你知道小五作为普通魂兽 是怎么和顶级魂兽大明和二明认识的吗 作为霸主的大明和二明又为何称小五姐姐呢 原来一切在小五的回忆中有交代 在几万年之前 二明的父亲在一次意外中救下了大明 毕竟都是顶级魂兽 强者之间惺惺相惜 从此这两位森林霸主成为了过命的兄弟 大明也是暗暗发誓会用生命去保护这个弟弟 据说泰坦巨猿之前是有一个种群的 一度是魂兽界的霸主 但遭受了巨大的变故 导致从此没落 现今的大陆可能没有几头泰坦巨猿了 至于大明则是独一无二的变异体 接近神兽的存在 但至于什么样的魂兽结合 才能生成大明这么恐怖的存在 就不得而知了 后面大明二明都意外地爱上一只流氓兔 这只兔子就是小五 但小五一直对人类的世界充满了向往 一直想要化形成人 大明二明也是把爱埋在了心里 因此后来大明和二明就称呼 小五为姐姐 两个人发誓一定会拿命去保护他 其实当开始 大明和二明听到小五谈论起唐三时 是十分气愤 醋意满满的 并对唐三表示不信 毕竟大明二明小五 他们才是真正的青梅竹马 而且当时唐三的实力 在两位巨兽面前确实显得渺小 不过后面看到唐三拼命保护小五的样子 也是释怀了 并真心地祝福他们 对了 最后咱们设想一下 如果当初比比东猎杀 小五母亲的时候 大明和二明及时赶来了 凭借他们十万年魂兽的实力 成功地救下了小五的母亲 那么小五可能就不会来到史莱克学院 也就不会碰到唐三 更加不会有三五组合了 那么唐三会喜欢谁 小五又会选择大明和二明中的谁呢 老铁们你们说呢 老铁们你们说呢 我会选择大明和二明中的谁呢 老铁们你们说呢